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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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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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非常深受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困扰 尤其是害怕的中风 脑血栓这些疾病 其实单身对于预防和治疗这些疾病还是很不错的 第一个它就能够防治心脑血管疾病 它扩张血管的作用比较强 因为单身它扩张血管 尤其是扩张冠状动脉的作用更加强一些 它可以抗血小板凝积 就可以有效的预防血栓的形成 改善整个脑部的微循环 改善心脑缺血性的这种损伤都是很不错的 第二个它能够抗衰老清除自由基 单身具有较强的抗氧化性清除自由基的作用 对于延缓衰老也有很大的弊益 因为它里面含有单身素 维生素E等等 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个抗氧化剂 第三个它能够改善身体的功能 单身就有调节肌体免疫力的功能 提高肌体耐缺氧值的一个能力 日常使用也有一定的镇静催眠 是吧 保护胃黏膜 降血糖的这么个作用 第四个就是保肝抗肿瘤 单身它能够抗盐抗肝细胞的一个水伤 促进整个肝细胞的一个再生 对于肝炎 包括一些肝组织的坏死 纤维化也有很好的一个改善作用 因此它对肝脏就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那么经常服用单身山楂饮就很好 单身10克 山楂15克 给它煮水当茶饮 当然了 单身也有一定的谨记 它不适合跟黎卢同时服用 另外 单身具有活血化瘀的作用比较强 妇女的月经过多 或者是孕妇也不太那么适合用 具体的还得详细的去问你身边的中医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都知道 吸烟是有害身体健康的 但很多人就是不愿意戒烟 今天就来给大家讲一讲 怎么做才能把吸烟的危害降到最低 首先要学会正确的吸烟 一支烟要一次吸完 不能掐灭后再重新点盐 这样可以避免碳化烟的吸入 在吸烟前可以喝点水 水是浇油的克星 并且可以通过尿液来把吸烟过程中 存留于体内的部分有害物质排出体外 不要一根接一根的吸烟 而是间歇性的吸烟 这样可以给身体各器官一个缓冲期 减少高频率和高强度吸烟带来的危害 新开包的香烟可以在空气中暴露一会再吸 这样可以挥发掉一些香烟生产过程中 硬刷油沫及各种添加剂带来的异味和有害成分 经常吸烟的人也要注意饮食的调节 一多吃含维生素和抗氧化的食物 有研究表明吸烟者维生素消耗量比常人要高出 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 像橘子 橙子 番茄等 富含维生素C和抗氧化剂 各种坚果和粗粮富含维生素E 淡乳类等富含维生素B2 这些都可以补充吸烟者体内对维生素的大量消耗 二多喝绿茶 绿茶有抗辐射的能力 它可以缓解烟气中对支气管和肺组织有害的辐射剂 三多吃鱼 鱼融的氨基酸可以遏止动脉硬化 降低吸烟人医患心脏病和中风病的风险 平时也要多做有氧运动来增强心肺能力和身体的抗病能力 吸烟有害身体健康 因此我们不提倡吸烟 在您不想戒烟时 一定记得试试今天教您的方法 来降低吸烟带来的 在综艺中 小拇指内走哨音心经 外走太阳小肠经 是唯一一指走两经 阴阳兼备的指头 对心肾子宫 睾丸的关系都很密切 以强行补肾防白发 心脏是人体中唯一不生癌症的脏腑 但所有的癌症都和它有关系 研究发现心脏可以分泌一种荷尔蒙激素 它可以杀死绝大部分的癌细胞 当人出现忧郁 担忧等低落情绪时 这种荷尔蒙物质就停止分泌 经常按揉小指 保持愉快的心情 可以刺激心脏充分分泌这种荷尔蒙物质 综艺认为 肉手的小指可以通缉肾和二音 左手的小指可以通缉肾和二音 肾着齐滑在发 肾好了白发自然就少了 二缓解前连腺症状 患有前连腺炎 前连腺肥大小便不畅时 可以用右手捏左手小指关节 反过来用左手再捏右手小指关节 这样可以改善症状 三防治老花眼 在小指外侧根部的凹陷中 有个齐学叫老眼点 所以经常按揉小指外侧的根部 就可以预防老花眼及白内障 经常按揉小指 并有一时的锻炼小指的能力 相当于给细肾做了按摩和锻炼 时间长了 可以预防与其相关的很多疾病 多一点养生 憋尿的时候 就等于强制的让尿道的扩阅肌关闭了 说白了就不让它放水 不让它尿尿 那憋尿会带来哪些恶果 第一个就是想尿 我却怎么也尿不出来 这就是伤害了逼尿肌 对于肌肉松紧度 又是一个很坏的一个影响 第二个就是容易尿血 尤其是突然之间的放水 就是排尿 膀胱它黏膜表面的一些小血管 没有外来的压力 会过度的这么一个冲血 甚至出现破裂 然后就容易尿血了 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最好就是稍稍憋一点尿 就是缓慢的尿尿 一次尿一点 就这样一点一点的尿 给它尿出去 便一下子呼噜噜全都尿出 第三个容易形成排尿性的晕厥 排尿后有时候会感觉到眼前发黑 因为排尿后整个膀胱突然之间变小 辅压一下子就降下了 静脉一扩张回到心里 就心脏里这个血就会减少 这样一减少不要急 大脑就容易缺氧了 一缺氧 人就容易晕倒昏倒 是吧 还有第四个就是憋久了 容易得膀胱炎肾炎 前腺炎等等 那么我们为了避免憋尿 平时应该咋办呢 第一个就是能尿则尿 实在不行的话 也别怕丢人 垫上点尿不吃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实在是没办法了 确实是憋了很长时间的尿 那咱们上厕所的时候 就是慢慢慢慢的尿 或者扶着墙 咱们也不怕别的 就怕说突然之间晕倒 特别是老年人一定要注意 第三一点就是尿完之后 可以多喝点水 多小便 预防这个尿路的一个感染 好了 憋尿有风险 朋友们呢 一定 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味 可食疗的进补良药 肉虫蓉 它来源于裂当科植物肉虫蓉 或管化肉虫蓉 干燥带淋液的肉脂径 性温味干咸 具有补肾天经润肠通便的作用 可以治疗肾阳不足 羊尾不孕 肠造便秘等症 男女皆宜 早在神龙本草经 就已经将它列为补肾补虚的上品 肉虫蓉补肾而不伤阴 即使长时间的吃呢 也不会出现上火 口干等症状 就像它的名字一样 虫蓉而温和 是最温和的不要之一 它还能让大便变得湿软一排出 而起到润肠通便 缘缓衰老的作用 特别适合肠造便秘的老年人 孕妇和体弱多病的患者 可以用肉虫蓉 黑芝麻 核桃盐 等量盐粉 再加入适量的蜂蜜 用温开水充服 也可用幽虫蓉片直接泡水泡酒喝 特别提醒的是 阴虚火旺 脾虚便吸的人不能服用 多一点养生 多一点健康 喜欢我们的节目 就转发评论加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上期观视频 关注养生栏目 我们是黑牛养生馆 喜欢的朋友点个关注吧 我们下期观看 大概 goes